他們沒有什麼任何財產責任 頂多他就是在台灣看一個行事的問題 或者是把他選回去而已 這種訴求要向學一生訴訟的一種問題 我前面再起了就是 好我們要不要就跑 比較想知道的就是 那他們為什麼有一個車子 為什麼有車子可以開 再來就是來源 車子的來源的部分 這個後續我都不曉得 駕駛人他都已經到案了 所以他們呢 巡視的那個部分差不多是這樣 這個外籍移工的問題 對我們家屬要怎麼去把這個問題 讓大眾人社會知道 我們要以什麼方式 還有怎麼樣的這種訴求 要向學一生訴訟的一種訴訟 現在的問題就是 應該是怎麼講 因為現在比較固定了 固定之後他是還沒出息 現在就是慢慢讓他進步 就是讓他生命比較穩定一些 一下一下慢慢來 大家要有一個公司就是說 當他們的責任 就是一個人還在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沒有什麼任何財產責任 所以頂多他就是在台灣 他們的一個行事的問題 或者是把他錢還回去而已 證明那個軟性駕駛所駕駛的自小客車是 由他向同鄉的外勞 有取得台灣的居留證或生命證 然後去購買的自小客車 經警方委託醫院做抽血檢測試 駕駛只有確診 非常感謝